等了這麼久的宮崎英包新作品 終於準備要在明年上市了 這次也蠻幸運的 抽到封測的試玩賬號 雖然沒有直播給大家看 但整個體驗真的是爽 只不過說實在的 這次封測洽來 BUG跟以往相比還是蠻多的 前幾天我就有放BOSS擊殺的合集 裡面就有一段地圖BUG 感覺是煙霧槍沒有圍好 然後我就給他掉下去了 往好處想 就是封測不想要透露更多的消息 怕遊戲的朋友 該什麼導致看到更多的內容 往壞處想 就是一個蠻嚴重的BUG 後來我還是有去減魂 他會掉在正常的區域 哈囉,我是SKY 這次體驗艾爾登法環完畢 想要跟大家分享 自己玩下來的整個過程 還有探索的經歷 人家說這款會是宮崎英高最強的作品 我覺得這倒不一定 畢竟這是他第一次做開放世界 而且是以自己主打魂系的主軸 跟做出冰與火之歌喬治阿瑪丁 合作之後再構造的框架 到底會成功嗎? 我們可以由兩個主題去看 首先是世界觀 這次艾爾登法環 名稱叫做Eldor Ring 這個Ring一開始出來 有很多玩家跟媒體 都有講說是戒指 也有聯想到是不是跟魔劍一輪類似 有沒有戒指等等的 宮崎英高也有在一次IGM的採訪 就特別解釋到這一點 原文是這樣子的 這次的環並不是所謂的 指環、戒指 而是一個圓環 是一個神秘、關鍵的元素 是創造這個世界的基礎 構成它的規律跟規則 但它現在就是裂了 碎掉了 所以這段其實就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世界最大的維護沒有了 導致這一切都崩壞了 或許是很多人基於力量 所以才會變成怪物 有可能是艾爾登法環 本來就有力量維持著他們 因為破碎沒有力量支撐 才會變成怪物 我覺得是兩者都有 因為在封測第一天 大家都會先遇到兩個人 一個是流浪商人卡列 由他的對話可以得知 因為法環的破裂 大家都變得很奇怪 每個人都不太正常 另外一個是白面者 在對話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你需要使用 盧恩的力量 必須要有女巫的協助 聽到盧恩 我是馬上就想到盧恩符文 這是北歐神話的文字 以前是違建人很常用 但現在好像已經滅絕了 比較多是在遊戲 常把它運用成一種力量來詮釋 只不過盧恩符文講的又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世界的人 都怪怪的呢 他們是誰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官網友戰 他提供出來的序章 這片其實講了不少 我們先來看一看 擁戴女王瑪莉卡的交界帝 作為黃金樹根源的 艾爾登法環破碎了 那些繼承瑪莉卡血緣的子孫 半神 獲得了法環破碎過後 形成了大符文 被那些力量侵蝕、扭曲化 引起了破碎戰爭 他們已經被偉大的意志所拋棄 見證黃金祝福的失去 從交界帝被放逐的吞射者 會有祝福的引導並降臨 那些不被祝福無法死去的死者們 遵從引導前往霧海的盡頭 前往交界的地板 見證艾爾登法環 並成為艾爾登之王吧 這幾件話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幾個重點 一個是被放逐的吞射者 就是我們這些玩家 被這個世界拋棄了 那我們這些玩家的主線任務 要把破碎的碎片 收集起來成為艾爾登之王 是被利用還是被看上 這還是得玩到最後一刻才會知道 另外一個是破碎之後 可以形成大符文 這個大符文 極有可能就是白面者講的 盧瘟的力量 但是我們不能操控 因為沒有女巫的幫忙 只能提供給瑪莉卡的指示 半程使用 可見這個瑪莉卡 就是維系法環的人 那她是誰呢 我們不知道 雖然說也有人解析 這張圖片的中心 就是瑪莉卡的本人 因為四周有狼匍匐在周圍 上面還有勝數 貫穿下來 跟艾爾登法環的LOGO 極其相似 所以認為是瑪莉卡本人 我覺得算是腦補但有待查證 那講到LOGO這部分 大家看起來好像就是 一堆金色的線連在一起而已 其實看起來 她卻很像凱爾特神話裡面的 凱爾特羅宣傑 羅宣傑象徵的永神的信仰 凱爾特人也稱她做三位一體 三位一體又是什麼 這有很多種說法 所以就只好等到 下次講到艾爾登法環的世界觀 我們再做解釋了 因為我覺得 一整個梳理下來 要單單把它納入到這篇的話 長度有一點太長了 重點會太多 像是黃金書是什麼 琳瑪的概念是什麼 梅琳娜又是誰 不同的聯繫 接近了哪個神話 所以想說要講得更清楚 就放在另外一篇跟大家聊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概略的世界觀 了解了之後 我就想說 我就開始想說 這些瑪莉卡指示 半神都這麼強了 到底要怎麼樣生存 所以就可以到第二個主題 那就是遊戲性 遊戲性其實涵蓋的比較多 像是老澤的遊戲 最直觀肯定就先想到 職業到底該怎麼選了吧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人 不知道自己該選什麼職業 我有研究幾個可以參考 只是開始之前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先知道說 宮崎英高在先前對於職業的概念 到底是怎麼樣去走的 再來前幾部作品 就是黑魂、惡魂、血緣 其實選職業 僅僅只代表著 你未來該怎麼玩自己的角色 像是你想玩法師 或是戰士 還是說要把角色當半打半斧 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能力一定沒比 只點一種還要強 這在很多要點點數的遊戲 概念其實是一樣的 都沒有變 這次艾爾登法懷 也是以這種概念去走 這是其中一個重點 另外一個就是技能 這一次的技能比較特別 每種職業都會給一個戰灰 或是法術 每種戰灰 他都可以轉變成 物理或是法術 在篝火 呃不是 艾爾登法懷叫做 賜福 在這個賜福選戰灰 就可以換我們的武器技能 這算是比較多樣化的玩法 有些會依據你點的魔力多寡 影響功德力 像是有些戰灰 他怎麼選都會是物理 他只會讓你的武器 有類似附魔的功能 以白狼當作是一個範例的話 選弱雷當作戰灰之後 在點選武器之後 裡面就可以選擇 物理或是附魔的效果 打人就會自帶雷屬性 相對物理的加成就會降低很多 因為你多一個屬性傷害嘛 這很正常 那如果是龜樹看門犬 掉落的灰劍元陣戰灰 你把它選到物理跟法術 他就會多出魔力這一欄 去增加傷害 所以這也是當作是一個 判別法術或是物理的方法 那灰劍元陣這個戰灰 我用下來感覺會是目前看起來最強的戰灰 沒有之一 因為一發射就是追蹤砲 傷害又很高 我是覺得應該會跟獸爪一起改落就是了 我們回到職業這邊 蠻多人都有特別推薦 一開始可以選預言家 因為獸爪很OP 用散魂蝶爪四處狂丟 遊戲直接變成簡單模式 但事實上這個法術 到後面的門位也可以買到 所以就算選別的職業 只要達到他的條件 10點信仰就可以用 只不過在測試版裡面 要先通過二兆才會遇到這個門位 所以說你可以選擇 一開始就用預言家打爆前面的王 或者跟我一樣 用白狼的弱雷前期會比較順一點 我原本選白狼的初衷 純粹是因為他本來就是 力量的點數比其他職業還要高 對意會比較好用 後來才發現到弱雷還不錯用 所以這樣看來 其他的職業初始不是沒優勢 只是大技完成 而且現在魔法劍士 我在猜想 會是未來最多人當開局的 因為他的盾牌太強了 擋住然後扣不到血量 就會有無傷的效果 最後一天我有玩這個職業 大部分都是把時間花到 學新的法術比較多 遊戲裡面的法術叫做 灰石魔法 這一個名字是 當你打敗BOSS南瓜頭的時候 他後面的門會遇到一位 被雷亞、路卡、莉亞學院 逐出的魔法師色臉 會叫魔法術 他們的魔法概念 我覺得要到正式版 才會比較清楚 因為實在是太難懂了 原文是這樣子的 我們的畫質 會給予能力 能力 放在金色 但是什麼 這種魔法 是 金色 是 雷暗的 雷暗的 雷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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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在那裡的生命 一段時間都失去最多的魔鬼 從色連的原文 再以現有的情報來判斷的話 他們認知的星星 極有可能是艾爾登法環破碎的碎屑 因為他有提到金色琥珀 擁有古老生命碎屑的力量 這個概念就跟法環有點類似 那這個魔法師 他教的法術有好也有壞 大部分都是用過一次 就不想用了 像是隕石這一招 暢伐久 然後掉落是分左中右 一定要預判這招才會好用 罪惡經紀是一個自殘 然後讓敵人受到傷害的法術 只是很妙的是 這招要靠敵人很近 你又要自殘 沒用好就跟我這個一樣 不是敵人捅死你 是你自己捅死自己 所以用這招走位觀念要很好才用得起 要不然會很難用 裡面唯一好用的就是灰石流星 他跟灰劍元陣的效果是一樣的 兩個加起來就是六個傷害 直接打在敵人身上 這已經不是簡單模式來形容了 你是鬼吧 那其他的兩個職業 勇者跟劍士 我沒有特別去玩 時間有點不太夠 劍士的概念 以點數來看的話 是一個很敏捷的職業 打起來會比較快一點 勇士跟預言家比較近 只不過我不知道感應是做什麼用的 這一點有知道的朋友 也可以補充一下 那如果要我推薦的話 我自己是比較推 魔法劍士跟白狼戰鬼 因為自帶魔法跟遠程戰灰 算是蠻不錯的用 發展性會比較廣 我是希望魔法劍士到時候有 像星夜圓彎刀這種武器一樣 以魔力的加點去換算武器的傷害 這種武器就更優了 純近戰的話 推薦白狼跟劍士 因為他們的基礎 就是以靈巧跟力量去走的 所以物理方面一定會是最強的 想玩特殊一點的信仰流 用熔焰噴火 或是其他的信仰補血 就預言家或是勇者就可以了 傷害方面我不敢斷定 但輔助應該是不錯 所以看起來 在開放世界裡面 與其說一直在一個BOSS裡面死 倒不如我們先求可以過 可能會比較重要一點 所以魔法劍士跟白狼 他們自帶的遠程 魔法就會很重要 而且你也不用買弓箭去打 因為愛爾登法環裡面的箭矢 要取得的途徑有兩個 一個是直接跟商人買 另外一個是打野外的動物 可以拿到他們的骨頭 之後再跟流浪商人買製作包 做出箭矢 也算是一種收集的要素 但相對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我覺得開局比別人好 自然就會比較順 那製作包裡面還會有很多的火焰壺 或是附上火焰屬性 在武器身上的道具等等的 必須要在野外收集 然後再做出來 有些東西雖然他寫很罕見 但後面的商人其實也有在賣 所以不用特別去煩惱 而且還會有裝備的製作單可以拿 這也算是一個很豐富的要素 那這次的招倫跟招怪的道具 我沒有特別去用 太習慣自己打了 真的完全忘記有招魂可以用 招小怪就是拿來升冬即些 讓小怪去扛幾下 你在旁邊補刀這樣 還蠻好用的 如果要跟朋友打 也是可以用招魂 把自己的朋友招怪一起打 但相對就是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這都看大家自己要不要用 然後還有一個功能 是專門寫給大家看 拿來提醒或者騙人都很有趣 因為在這次的測試版 空曠的地方 就很多人在騙說前面有隱形牆 騙你就可以給他一個不戰 也是有互動的要素 那前面提到的伺服方面 除了可以改變戰灰以外 調配藥水這項 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其實在戰鬥 你用剛剛提到的戰技或法術 魔力是會扣的 不要想說戰技是無限讓你用 然後只扣耐力之類的 沒有這麼舒服 這次封測裡面有提供四瓶水 這四瓶水可以在次服裡面 把紅水跟藍水做一個調配 紅補血、藍補魔 看你怎麼樣搭配自己的打法 像是如果我選戰狼 陸族上偶爾才會用到戰技的話 我就會放三紅一藍 這樣打王充足 洛蕾當服 美魔也可以補 那如果我玩魔法騎士 戰技用灰劍 法術用流星 那麼我就會用三藍一紅 這樣子的組合 我是覺得這樣子的搭配 可以自由一點 多樣一點 後面應該也是會跟以前一樣 變得越來越多瓶水 然後有關於補水這件事情 他新成了一個 有些人覺得不錯 有些人覺得 魂記遊戲是不是被市場妥協了 那就是把遊戲變得簡單化 會這樣講的不代表 封測很簡單 就等於正式版很簡單 就封測老玩家的說法 一直都是測試讓你爽一下 正式版就讓你死很大 最直觀的就是 我這次不是都裸裝嗎? 打完之後 肯定信心大聲 所以我就去玩惡魔靈魂 直接給他裸裝開打 肯定是輕鬆通關 好啦,事實證明 封測真的比較爽一點 那我剛剛說 這次的新增機制是 只要在野外 打完一組的敵人 你身上的水就會直接補滿 一組的話 要看系統怎麼樣去歸納的 判別的方式也蠻簡單的 一隻怪 他不會超出一個區域 會像這樣子 好像也到牆 沒辦法過來 但是你去引誘他 他又可以過來一點點 帶點方唐勁的步伐 如果你魔多的話 就可以一次解決 用卡莉亞圖刺 也是可以搞個串燒 一次插死兩個 但只是僅限的小兵 強一點的精英 還是要看時機了 所以說 你把這組打完之後 水整個就會恢復 這一點我是覺得做得不錯 畢竟這款是開放世界 地圖真的是很大 第一天我就是繞了三小時 也是有漏掉很多地方沒有走到 那第二個會讓你感受到幫助 還有地圖的移動模式 這次的制服點 我覺得比起以前 好像又再更多了一點 你在野外 不管哪一個地方 都可以直接 瞬間移動一樣 直接飛到地圖的制服點 以前是必須要到篝火 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第三個讓你覺得有幫助的就是 當你距離這些制服點很遠的話 然後你又死掉了 這時候可以選擇 自己要復活的方式 一個是瑪莉亞歇時 或者是最後休息的制服 瑪莉卡歇時 就看她是在野外哪一邊 她一定會是最靠近 你這個boss的復活點 那其實看到這邊 大家目瞄會想到說 感覺有點太過於便利了 我自己是覺得 復活機制跟瞬間移動這件事情 我覺得沒有好壞或對錯 個人認為這是開放世界 如果死一次要跑很遠 我覺得會有點太惡意了 啊不對啊 老賊的遊戲哪裡詮異過了 反正就是看你怎麼想 我覺得至少可以撇除掉 這是一款騎馬模擬器 也是不錯啦 那次服的用法 還有一個消磨時間 這是一個很省時間的功能 我覺得蠻有特色的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功能簡單講就是 你可以自己去調節 上午、下午、夜晚這三個時間點 像是其實有很多遊戲 都是要你在那邊看時鐘等時間 這個功能就免掉這種麻煩的事情 那就目前有遇到的隱藏機制是 如果在晚上經過這道橋 會出現一個精英怪物 只不過它不像大王那樣子 有自己的長血條 就比較像城堡裡面的雷哥那種精英怪 是比較強的怪物 我原本還以為是外面遇到的騎士 晚上會變成這樣子 就沒想到是晚上才會出現的精英怪 但蠻可惜的就是 沒給什麼東西 只是驗在這個功能而已 我自己是覺得以老賊的功力 藏很多的隱藏彩蛋應該是會有的 還有另外一個小彩蛋是 在封測第一天 我在四處繞的時候 在一個海邊有看到這個 好像隱形人一樣 一開始我問人以為是BUG 沒想到是要抓10機 打死他就有戰會 很可惜 我後面就沒有打 不知道是什麼戰會 政治版再去找看看 那最後來聊聊 我在這次封測有遇到的BUG問題 或者是覺得這遊戲玩起來爽是爽 但為什麼沒有到很優秀 BUG方面就是一開始有提到的 地圖BUG掉到萬丈深淵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掉陣的問題 其實PS5在打亡的時候 蠻常遇到陣數不穩定的 而我會突然頓一下 可能都是順順的 60陣突然掉到10陣 差不多一秒就要散過 在打亡的時候 會變得很驚險 一個沒想好一下就死了 另外一個就是比較小的 像是遇到老婆之前就直接當機了 這應該是最嚴重的吧 人生可能就只遇到一次老婆 還遇到當機 一個不小心讓別人遇到 肯定就不買了 不要瞎掰好嗎 那會說這次的作品 在這陣子的遊戲裡面 看起來艾爾登法環肯定是上等之作 但跟他自己去相比的話 或許有些朋友 並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像是這次的Boss數量 無疑會是最多的 單純封測版就有11隻 還只開放了1.4或是更少 就可以達到這麼多隻 全開或許超過50也不一定 還不包含小玩跟精英 只不過其實在打這些精英怪的時候 我們一般都會先探索目的 最後再打Boss 這些目的都非常非常的簡單 就是躲幾個機關 然後幾個惡意將尼 就到了王關 只不過以往的魂系遊戲 在每一張地圖都很像是一個關卡 你會有很多的歪路 然後路途上的篝火超級少 死了就要重跑 雖然很讓人不爽 但我自己認為走完是享受的 因為會覺得你自己進步了 有種自己就是遊戲裡面的不死人 受到很多次的祝福 那如果要講系列作最美的地圖 我還記得就是 黑暗靈魂一代的設計 利用條條道路通羅馬跟縱向延伸的設計 再跟一堆BOSS的車輪戰 死了好幾百次輪發上陣之後 結果你又回到同樣的地方 就好像回家一樣 或者是地圖很長 長到你必須要開進路 才可以回到第一個篝火 類似的概念 這些愛爾登法環 目前都沒有看到 所以在地圖方面 我是保守看待它的發展 目前真的沒有到經驗 對我來說 宮崎英高就是老師 複雜而困難 死去得到的祝福 大家才會更期待 更能記住這款遊戲的美好 好啦,今天這部影片 就差不多是我 封測玩下來的感想 還有一些心得 分享給大家知道一下 這樣到時候 正式版會比較熟悉一點 那最近我也因為 被愛爾登法環的影響 開了惡魔靈魂重製版 還蠻頓在講述 愛爾登法環 比惡魔靈魂的畫質差 痾... 愛爾登法環呢 如果要以現有的情報來看 這款遊戲會是走多平台 推出這款遊戲 從PS4直到PC都有賣 而且作為一個動作為重點的遊戲 我想大家都把模式開成了正數優先 而不是畫面優先 調整的畫面我就不找了 我好像只有拍一瞬間 沒有特別拍下來 而惡魔靈魂這款遊戲 它是以PS3移植到PS5獨佔 然後不推出其他平台 單單是限制自己指上限平台 不向下相容就差很多了 而且重製的公司不同 惡魔靈魂是給藍點工作室 去搞這個重製的 汪達與巨像重製版 跟重力意想世界重製版 還有秘境探險的德瑞克合集 都是他們重製的作品 汪達與巨像重製版 就在先前得到不少好評 所以簡單來說 他們就是重製業的翹楚 業界第一 應該算是有的 前幾個月也被公告 藍點被索尼收購的消息 所以在未來 一定會有更多冷飯可以吃 我是還蠻期待的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公司不同 做出來的畫面風格 沒辦法一模一樣 兩家我都蠻喜歡就是了 那如果說你真的 有想要買愛爾登法環的話 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遊戲 我會蠻建議你買黑暗靈魂三代 先嘗試看看 什麼叫做魂系遊戲 再考慮要不要買愛爾登法環 一方面魂3是很接近愛爾登法環 很多素材都是我沿用過去 所以當你玩過魂3之後 再玩愛爾登法環 就不會這麼陌生 如果還有很多地方 你還是不懂的話 我這邊有開一個 愛爾登法環的Discord群組 目前遊戲還沒出 可能會比較少人 大家可以先加進來 到時候組隊問問題會比較方便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不好意思讓各位久等了 這片也做得有點長 希望可以幫到各位啦 那就感謝各位 大家先看到最後 我是SKY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